沒有聊刺激 天天都個心 大家好 我是Rail 今天來看朝鮮人對上朝鮮人 這場比賽也是 諸神之戰比賽 先來介紹一下 黃色是選擇了朝鮮 黃色也是我們知名選手 Viper 藍方也是朝鮮 他是我們的 四季長青術 DOT DOT他是熟悉各種戰術的一個玩家 那怎麼說呢 是因為他很早就接觸司機帝國 而且他的戰術一直有在更新 從最早的一些版本的戰術 他就有在研究 直到現在 他的腦內的戰術應該是有非常多種的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在於朝鮮內戰的時候 DOT跟Viper會做出什麼樣的選擇 好 那先稍微介紹一下朝鮮這個文明 朝鮮的文明最大特色 就是他的劍塔部分會自動升級 封建式大概可以蓋下 那到了城堡時代會變成防禦劍塔 地獄時代則是到達了大型劍塔 而且他挖石頭的速度 也是遊戲裡面最快的一個文明 挖石頭速度非常的優勢 所以他在對塔的時候 挖石頭的村民可以少一點 那少一點挖石頭可以維持對塔的一個效果的話 那他就可以領先對手一些經濟 那通常對手要跟他對塔的話 就要更多人去挖石頭 然後藉此打出這個經濟差距出來 那當然如果朝鮮人能空到一些塔 或是空到一些金礦阿農田之類的 也都很賺喔 或是木區之類的 所以朝鮮人來說 他也是一個新手 比較適合去練塔工的一個文明 那朝鮮人後期呢 也可以打這個馬戰車喔 馬戰車也是在遊牧來說 是一個比較難產的單位喔 跟西班牙征服者 緬甸的飛鏢騎兵喔 類似相近的這些單位喔 那朝鮮人來說 還是比較適合打這個工兵單位喔 他的工兵單位也有強弩 也有火槍喔 而且他的工兵和步兵的木材 費用是減50% 所以不管是要出戰毛兵阿 槍兵喔 還是這個強弩喔 都可以獲得一些截秒 甚至有一些特殊玩法喔 會打馬弓喔 那因為馬弓的木材也是吃了很多喔 但是他的馬弓喔 是比較可惜了一點喔 沒有這個安鮮人戰術 也沒有品種 所以馬弓部分的話 不太...太常拿出來使用 偶爾用一下 可能還可以看情況用 當然要當主流來用的話 不太可能 那朝鮮人的話 他後期還有這個金冠技術 投擲器喔 可以讓投石車的射程喔 變成遊戲裡面 投石車射程最遠的文明喔 OK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看一下 兩邊的一個對決喔 那目前看到喔 兩邊地圖 這張地圖看起來是有點像 是阿拉伯的 喔...不是有點像 它根本就是阿拉伯 阿拉比亞 現在看到他這個地圖名稱了 OK 阿拉伯的話 我們就稍微簡單介紹 這個看起來地圖 不是很好耶 而且上面都是高地喔 有點難受 而且 道德這邊要主動插劍塔的話 也很虧喔 因為基本上 守不到太多資源了 也只能守這個果子 去主動投資一根劍塔 在這裡防守 其實意義不大 那他左邊這邊要圍圍圍 稍微小圍的話也是OK 這邊也稍微圍一下 那不管怎麼圍喔 他都是要稍微圍一段路喔 OK 他果然是要這樣子圍 OK 這樣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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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來看一下 viper 那道德這邊分數喔 目前看起來是有 四五十分喔 還不錯 但裡面沒有金礦 稍微可惜喔 如果這個金礦在裡面喔 至少有六十分合格 但沒有辦法 這根金礦如果被壓制的話 一定要插一根劍塔防守 那看一下viper這邊 viper的已經開始挖石頭 哇看起來是要來塔攻了 OK 一神到封建時代 馬上插塔進去了 OK 我們來看一下這邊塔攻的對決 這邊塔攻的細節喔 是把一根塔蓋到50%之後 拉一村喔 繼續蓋後面那根塔 那前面三隻村民喔 繼續往前蓋 那道德這邊是拉了更多的村民 直接要把前面這根塔建起來 但是viper的塔是在前線高地喔 喔他這邊是五村喔 不好意思 他是拉四村到前面蓋塔 OK 那五村去蓋煉望塔 但是收村之後呢 傷害也是只有0加4喔 並不會變成0加5喔 因為劍塔的最大增傷 就是多四發劍石 而不是五發喔 所以你看兩邊都是五隻進去 傷害其實一樣的喔 差別只是在喔 五村蓋的比較快喔 然後可以更多人打群架而已喔 在於塔攻的這個四村跟五村的差別喔 大概是這樣子喔 那當然喔 你拉越少人出去喔 你的經濟就會越好 那viper拉的五村喔 就代表說他的塔攻這一次喔 是沒有想要失敗的意思喔 他就是要一直插一直 就一直連環身插進去喔 這個連環塔的部分 那道德這邊也是開挖了石頭喔 然後開挖石頭的話 那這邊對塔防守應該是沒有太大問題 給新手們的一些小小知識喔 遇到對方塔攻的時候 你就立刻馬上喔 去挖石頭跟對方對插 他插哪裡你就插哪裡 就像這樣子道德一樣 他插了你馬上拉更多去補插喔 通常是可以補齊這個 插的這個劣勢喔 通常對手如果發現 拉太多村民去蓋 他來不及蓋好 就會取消掉 那你就可以很好綁住喔 那你這根劍塔就不用取消了 就直接蓋起來就可以了 好那右邊這裡稍微一下 OK看起來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那像道德這樣的防守方式 就可以很好守住了 那這是一個比較簡易式的手法 那盡量兩根塔之間 要在這個一級色射程裡面喔 才比較好 不然這邊還是有可能喔 會被全套爆打一波 拆除這根劍塔 那當然這裡有個承認中心在的關係喔 所以Viper也不會輕易拉出沒有去扁這一根喔 好那目前看到Viper是補下第三根劍塔在左側的位置 那道德這邊是看在眼裡喔 應該是有點下這個瞭望技術喔 不然應該是看不到的 那在於打塔弓的一個情況下 瞭望技術是一個蠻關鍵的科技的喔 這個稍微要補充一下 因為瞭望 你有瞭望科技的話 你可以看得更遠喔 你就可以更前提防對方想要身差的位置喔 那你可以前提拉一村去先蓋一個劍塔防守位置 或者是先去拉個木牆阿 或是拉個房子或是石牆都ok的 所以不管怎麼說喔 遼望技術在對塔的情況下來說 提早投資一下是一個不錯的 那如果你是進攻方的話 要不要點遼望技術就有點見仁見智的 防守方去點一下的話 是比較可以全面性的防守到的 好那Viper這邊點一下了一擊射 然後就去按一下村民 這邊支援又非常的緊繃喔 有一百多肉的時候 就補下了一擊射 黃金也沒有挖 然後是三個人挖死就變了 那這像我說三個人挖死就可以塔攻喔 其實有些觀眾不太相信喔 但其實真的是三個人 聰明就可以了 朝鮮這個文明 當然你也可以拉到四到五個人 但是四到五個人就會比較傷經濟嘛 因為我們一直在說 挖石頭傷經濟 畢竟你的石頭不能拿去 換成木跟肉 也不能去灑出農天什麼 你就只能拿去賣 又換成黃金 再換去肉跟木 那這樣一買一賣之間喔 你的經濟就會受到損傷喔 所以就是 挖石頭這件事小 傷經濟是 比較難去顛覆的一個事實 那目前看到Viper 是遇到了DOT轉出的肉 那還後面搭配了一個槍兵 也是拉了五村 前置要來塔攻喔 前面的箭塔完全不理 然後這邊直接讓Viper 也變成對塔的一個局面 那裡面這裡也是很多人在蓋 也是五村在蓋的箭塔 兩邊基本上同時蓋好喔 唉唷 差了一秒而已 OK 但這邊有稍微空到一些石頭 算OK 好 Viper這邊趕快補下自己的黃金礦 那殺個人挖金 稍微蓋一下木牆喔 但如果這邊不趕快補箭塔的話 會很危險喔 Viper這邊要在前線蓋一下會比較好 這個位置有點為死亡 除非你現在拉7個人來蓋 或是8個人 7個人 OK 那還有機會 有機會是說 是不會太慢喔 可能會跟對方對射一下 好 對射然後這邊拉聰明直接往前 要直接引財 後面弱馬為什麼不敢上呢 因為後面有箭塔 而且Viper這邊是有1級射的 朝鮮這邊是有1級防 但這是天生自帶的防禦力喔 並不是道德自己去點 好那這邊直接放棄沒有對打 當然道德也是有 意識到Viper已經點下了1級射的關係 所以沒有打算要跟對方 好打正面 來個迂迴戰術 然後再把對方的石頭給 可以圍起來 開始搞事了 這邊圍得非常快速喔 這邊圍起來之後Viper馬上 補了一根箭塔 但這個箭塔不是連環塔 甚至要到了帝王時代 才可以稍微守到 可能甚至連 手都有點難守 好那道德這邊後面也補了一根箭塔 但這邊箭塔 可能還是Viper會更勝一籌 後面還有槍兵防守 箭塔應該還是能建起來的 那道德這邊呢 也是可以建起來 但可能會受到一些傷害 甚至有點危險喔 小小的 危險 OK 開始射進去 兩邊都在進駐箭塔裡面 武村對射 當然道德這邊沒有一級射的關係喔 射程跟傷害會比Viper這邊還要差一些些 這邊轉出三隻肉嘛 沒有辦法做到其他事情 稍微可惜了一點 槍兵繼續追逐後方村民 應該是不會有事啦 看要不要直接抓這隻殘血了 但直接圍了兩個木牆 直接徒手 手撕了一隻肉嘛 OK 這個手撕撕得漂亮 好 道德這邊點下了城堡 時代升級 哇這個城堡時代升得非常快速喔 Viper這邊算春樹領先一春 因為他們有點瞭望技術 道德是有點下的 但是道德這邊經濟還要更好 這個就有點神奇了 他怎麼經濟這麼好 可能是比Viper更快撒下更多鐵 好 Viper這邊稍微買賣一下 要不要再賣個100木 不買 不賣 然後收一下金礦 差一點金礦 點下城堡時代升級 好 後方的槍兵直接被射死 被打死喔 應該被射死 OK 後面有兩隻狼在追Viper的長槍兵 這個槍兵應該是沒了 好 但是成功的把兩頭狼引到了箭塔下方 但是順利使用箭塔 直接解掉兩頭二狼的危機 這幾隻村民有點殘血喔 要是他是波瀾的話 這邊村民還可以繼續回去 繼續再戰喔 那以這麼殘血的情況下 可能要再繼續對塔 會有點困難 建議是直接拉走到遠方 去挖這個野礦或是野金喔 然後野金或野石會更好一點 下次這邊可以開始野BK啊 修道運喔 直接轉個槍頭 也是可以考慮的喔 那為什麼說朝鮮可以打槍頭 是因為槍頭生女 是因為他的工程器單位 有這個木材截面喔 所以他生頭戰術也不會太超 算是可以用 但不會太強 好這邊補了一根城堡 那這一根堡普德就還不錯喔 可以直接拆個三根劍塔 這個射程全部包含到 好朝鮮一上去 直接轉出了騎士 想要抓掉這次五隻村民有機會嗎 LIPER後方有拉槍兵嗎 沒有 哇這一村被收掉 LIPER把被攻擊的村民往後拉 讓其他村民有機會可以討好機會 但騎士沒有想要讓他逃跑的意思 有一隻槍兵過來救援 但這隻殘血的村民再兩刀就要死去 看起來還是順利拿下 LIPER直接損失了五村 後面馬上補下了一個修造院 右邊部分則是補了一個修造院 開始撿生物 沒有補工程器製造所 看起來是稍微撿一下生物 稍微摁一下對方的單位而已 好 那道德這邊打出來的是馬戰車 馬戰車這個單位非常難受 單挑食能解的方法只有兩種 一個是戰毛兵一個是老頭 那當然如果你騎士經濟夠好的話 也可以抱團 直接包夾住 馬戰車的話也是可以解的掉 當然長槍兵打馬戰車也是有不外增傷 但是全體是你的槍兵 要是可以打到馬戰車的話 那就OK了 通常是打不太到的 所以道德這邊打一個馬戰車戰術 當然馬戰車這個單位非常昂貴喔 這個雙TC要開下是非常困難的 待會可能Bug了大概七八台左右 才可以考慮去按這個城鎮中心喔 至於為什麼要這麼多台 是因為你數量很少 很容易被招響掉 如果被招響掉的話 你又解不掉被招響的馬戰車 會直接送馬戰車給對手 如果你被招響掉之後 大概還有七台或是六台左右 還有可能可以收掉那隻馬戰車 但是可以解掉對方的老頭之類的 數量多一點還是比較安心喔 畢竟馬戰車這個單位非常昂貴喔 而且被招響的話基本上 討也沒用了 直接跟正面硬拚會比較好 好 果然被招掉了 這就是我說的 你馬戰車被招的時候要討是很困難的 基本上 對 就直接給對方招吧 就先打對方老頭 好 趕快解掉這台馬戰車 後方老頭再繼續撿生物 但這邊好像看到上方的生物不見了 下方viper馬戰車開始繞到右邊 想要來攻擊金晃的這個村民 但道德好像也想要插寶 這邊插寶要插哪呢 插這個位置 好像只能空到這個防護箭塔 沒有辦法空到更重要的資源 這個石料已經快要挖完了 好 那道德拉兩台馬戰車過來防守 viper把殘血的馬戰車往後拉 進行一個換血動作 好 把販多的村民拉到這個高地了 進行防守 但這個高地我覺得還不錯 雖然稍微小小可惜一點 如果能插到viper的城鎮中心的話 會更優 但道德這邊不想要失敗 畢竟在人家陣地裡 自己帶的馬戰車數量還不夠多 viper這邊在馬戰車可以出來更多 甚至還有老頭可以出來遭享 所以這邊果斷 架在這個位置 其實是可以接受的 待會如果要試到城鎮中心的話 要補下三級射 不然就是要到帝王時代慘距離 開拆城鎮中心 這兩種選擇 三級射好像也射不到欸 感覺頗極限的 不知道這個距離射不射得到 這邊用高達第一 剪掉了馬戰車 這根箭塔打上用村民直接手撕掉 這個墓區的箭塔問題 viper這邊也是 把自己的馬戰車全部拉回家 這裡想要補血 但是看到人家的修道運在這裡 三台馬戰車過來看有沒有在拖挖石頭 當然道德這邊早就把村民給拉走 意識到了viper可能會把馬戰車拉過去 這邊處理效果很快啊 結果道德在這邊又補了一根新的箭塔 把武器塔建了起來 這個箭塔稍微可以被防禦住 好 現在viper一直被馬戰車 瘋狂繞來繞去有點麻煩 實況的部分又被壓制 現在要再挖出第二根城堡有點困難 但viper已經點下了帝王時代 中間的農田村民也沒有再種田了 好 兩邊馬戰車都在互相傷害 開始著想 這時候道德中間點下跑速 不然跑太慢了 跑速只有1.2而已 但viper也沒有點跑速 兩邊都是腿短的一個情況 但待會viper就要遇到viper帝王打城堡了 好 這邊老頭再去往前 好 這邊viper的馬戰車有5台 老頭後面招響來得及嗎 沒有招響到 可惜了一點 但是後方馬戰車 還是有把許多傷害打在老頭的身上 讓這邊的馬戰車 沒有辦法第一時間 集火掉viper所有的馬戰車 結果這邊馬戰車聚集一波 數量有點被壓制 viper現在是8台馬戰車 對上13台的馬戰車 這邊馬戰車數量相當劣勢 這邊想要卡在箭塔下方 躲一些馬戰車 躲這個箭塔的傷害 當然可能意義不太大 好 直接往前收掉殘血的馬戰車 道特這邊繼續往前壓制 viper壓力有點大 後方這個城堡山太高了 建議不要在城堡下方進行開戰 趕快拉走比較好 viper把城堡蓋在這個位置 是要確保自己還有石頭 好 那待會升到帝王時代的話 也可以轉出巨頭 但現在轉巨頭的話 很有可能會被馬戰車給拆掉 所以待會巨頭一出來 還是要一些馬戰車作為保護 那現在viper家裡農田 直接被控制的關係完全斷肉 村民也不敢放出來 甚至也直接完全歸零肉類了 所以待會還是要靠買賣去點一下三級射 增加一下馬戰車的射程跟傷害 哇 這個差30肉真的差很多 要再賣掉200木嗎 好 稍微種一下田 稍微把這個30肉拿回來點一下三級射 先拆這根防護箭塔 開始問題也不大了 好 這邊收村 300肉 點下三級射 後方的問題 道特已經解的差不多了 問題不大 拉了大概八隻馬戰車 哇 根本是全軍了吧 對 全軍往前 用新出來的戰車守家裡 升到帝王時代的viper 防護箭塔也變成大型箭塔 攻擊變成8加2 那待會如果有資源的話 也可以點一下一層技術 增加這個箭塔的射程範圍 但感覺上目前不是 該點一層科技的一個狀態 所以要趕快把自己的肉量 給穩定拿回來 不然這個村民差距越打越大 44村對上69村 但道特這邊除了開農之外 家裡的馬戰車也是繼續防守 家裡的領地喔 所以看起來也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道特這邊前面有點小小蠟齒了一下 損失了很多馬戰車 這個馬戰車血量有點殘阿 看起來這波交換 道特出現了一點問題 好 這邊在前線補了一根箭塔 是要來防守前方巨頭 有可能會被馬戰車打的可能性喔 這根箭塔我覺得補的還不錯 OK 上面有八台馬戰車 直接控住了道特的主金 但沒有關係喔 他是有副金礦的人 而且是3TC開農的 所以這個金礦暫時可以不用理也沒有關係 甚至喔 他也可以在這邊選擇 蓋一根新的箭塔 但是這邊已經被打破破牆 衝了進來 這邊最後還是用軍隊防守就可以了 然後趕快再補一下更多老頭 OK 後面再補一個修道院 可以補老頭 馬上按了一個老頭出來 好 那目前看起來 VIPER的家裡 正面的部分應該是能守住 左邊這個城堡也毫無懸念 可以拿得下來 下方村民並沒有想要阻止 VIPER拆城堡 後方的11台馬戰車 給VIPER的壓力還是非常巨大 但比較奇怪的事情喔 他的老頭一直沒有在量產 就是且按且瞻洗喔 就是按個身體健康那種的 VIPER大爆出喔 反正是一直要出馬戰車 去跟對方硬幹 但這也是必須的喔 沒有足夠多馬戰車 還是扛不住對方的直接碾壓喔 好 這邊老頭終於出來 到車家裡應該可以守住 白頭這邊兩隻老頭上前 招到兩台馬戰車 但是也要省之自己的老頭了 但只要有招翔的情況下 招翔成功情況下 其實是不虧的 好 這裡老頭要繼續按嗎 又有停啊 VIPER這裡馬戰車沒有繼續按 還是稍微惋惜了一點 可惜阿 老頭打這個馬戰車 其實效果還是不錯的 雖然被招翔成功率 有點高 有點高 鐵背反擊的成功率也是有點高 好 超前這裡補下了彈道學 是VIPER這邊喔 彈道學終於補下了 倒車這邊早就已經補了 稍微打一下 哇 血量有點殘喔 哇 血量有點殘喔 所以再一下下就可以解掉殘血的馬戰車 OK 這裡自動攻擊也打到殘血了 哇 換掉兩台不虧 而且最後還集合一台殘血的 這邊四台打三台 越來越優勢 因為VIPER這邊是高打低 也不虧 但正面部份拉了 巨型投資機往前 VIPER往前蓋大型建塔 道特拉了非常多的村民 直接手撕大型建塔 因為村民對建築物的傷害力 是額外傷害加成的 所以這邊道特直接拉村民來解建塔 是一個非常正確的選項喔 最近自己還在城堡時代 地獄時代還有一段時間 所以要轉出其他單位去打 可能轉這個騎士喔 或者是投石車喔 會解這個巨頭會比較快一點喔 還有這個建塔部分 那建塔部分的話 可能用重車會比較好 不然就是用村民喔 投石車還是很有可能 會被大使建塔駐守村民 給反擊掉的 VIPER的馬丹車趁虛的路 正面被解掉了 那我就從後面來 雙面夾攻 但是家裡也是有一根建塔 對著我防守 稍微能扛住 但效果並不是非常明顯 最近馬丹車的遠防是3加4 人家是帝王時代的裝甲 遠防7喔 防護建塔打一下只有兩滴血 非常的薄弱的傷害 好 VIPER這邊又嘗試再往前 繼續蓋了大型建塔 但是正面的馬丹車的數量 其實並不是很多 但是終於解掉 後方的馬丹車的困擾 可以把 走在後面的馬丹車 開始往前送了 好 補下之後趕快收穿 OK 收穿反擊回去 但現在VIPER有這個 三級射的優勢喔 射程非常遠 傷還不錯喔 因為大型建塔本身就有8點傷害 加3點 射一下馬丹車喔 居然還有5點傷害阿 所以現在以大型建塔 往前進攻的方式相當不錯的 但現在VIPER在跟時間賽跑 他只要推進的越慢喔 越沒有可能可以打得贏 DOT 因為DOT這邊抽取速 快要領先他1倍了 而且這邊DOT又轉出了 戰毛病的關係 打馬丹車的傷害其實還不錯 哇 那這邊馬丹車的數量很多 應該可以反擊回去 戰毛病的部分 戰毛病有點被打回去 殘血的往後啦 VIPER這邊打得很OK OK 殘血的兩台都還活著 OK 抽取速來到13台 DOT的抽取速來到75 要不要補一根新的建塔呢 那也可以繼續按更多的馬丹車喔 看看馬丹車直接按到底了吧 黃金跟木頭全部投資在馬丹車上 不然就是轉點老頭 好 戰毛病繼續往前 這樣直接換村民嗎 OK 現在15隻 戰毛病的話 高打低效果其實蠻痛的喔 全部集合到一隻的話 至少還有半條血的傷害 好 DOT再次拉了村民手撕大型建塔 但是現在戰毛病在高打低的關係 DOT的馬丹車血量掉得非常快速 即使大型建塔在反擊 但是打的傷害並不是特別明顯 後面拉了13隻村民直接暴打一波 這根大型建塔應該可以是十拿九穩了 好 來本的村民處來到了 剩下38隻 村民處越來越少有點可惜 就選會天下了賤槽霍 劍...劍俠草 劍俠草 劍俠草的底下之後 又會攻擊力再加一些喔 反正是8加3變成8加6 攻擊力加3點 非常痛喔 好 但這邊大型劍塔攻擊的是在毛病 而不是下方正在拆除箭塔的村民喔 這邊是一個操作上的小小細節的失誤嗎 好 村民出來再進去大型架裡面 只剩下兩隻村民了 村民一直往被拆掉的箭塔裡面走 好 白河這根金塔好像又要被拆掉了 沒有想到道特城堡時代連拆三個大型箭塔 哇 白河很少被張子手撕掉的 主要是我們的道特 爺爺 爺爺對朝鮮的理解也沒有很差 甚至算是比Viper好一些的感覺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錯覺 好 這邊看到巨型頭時機馬上讓自己的大型的防禦箭塔取消掉 沒有繼續蓋的意思 但村民差距已經從34村對上84村了 道特這邊村民感覺快要反超回去 不是反超 是已經超越回去很多了 我是說分數 分數差一點要反超回去了 我剛剛講種村民還是分數嗎 好 沒關係 目前看到道特這邊是開下第三個城鎮中心 準備繼續農上去 但MIP剛剛斷肉斷的太久了 村民一直沒有在按阿 他可能覺得這一波就是要all in一波了 按下更多馬戰車跟大型箭塔 一路升推進去 重創超險的經濟 他就會贏了 但道特並不是一個賭博性的玩家 他還是有再去轉農的 好 頂尖選手能夠當頂尖選手 最主要是因為他們不太喜歡去賭 而是喜歡用一個穩進型的 勝率偏高的打法 去做一個交換 那才有可能在維持現在這個頂尖選手的排名 跟這個天梯上的分數 好 那道特這邊是打了一個非常穩的 MIP這邊雖然是用賭的方式去打 但剛剛有一度是差點讓道特守不住 但還好道特這邊經驗夠豐富 是用拉了非常多的村民 直接手撕掉了這邊大型箭塔的村民 只要手撕掉這一波MIP的進攻的話 應該就是十拿九穩了 平均後面的家裡有一片狼藉 補下了一個草藥治療 讓馬戰車進去裡面城堡補血 這邊直接用大量的戰毛兵跟馬戰車壓了過來 VIP好像有點扛不太住 結果道特這邊失誤非常嚴重 損失掉了非常多的馬戰車 12345喔 5塔買戰車 剩下6台在前方 但機器上來說快要領先VIP 兩倍經濟喔 好這差十尺而已了 那目前看到道特這邊的馬戰車呢 是開始繼續量產出來 沒有再繼續停滯了 而且也是轉出更多的戰毛兵 想要來阻止VIP在前線插更多的大型箭塔 後方馬戰車到後方騷擾 但是VIP後方沒什麼村民 這時候道特意識到道特太不行了 後方沒什麼村民 就意味著他經濟真的是爛 爛到只剩下前面有村民了 直接走到農地裡面 也不管有沒有城鎮中心大型箭塔 道特就是道特太任性了 OK這邊直接追趕一波村民 木頭的村民也會被控住 VIP這邊基本上全村都只能躲在城鎮中心裡面 不能工作啦 經濟非常的差 好 正面補了一個新的大型箭塔 又來智慧一波嗎 轉出了投石車 砸一發 哎呀砸到啦 好這裡投石車又有點危險喔 修一下 好拆掉道特的一根城鎮中心 投石車已經來到了差距兩倍了 道特是100村對上33村 好 道特這邊有誰塔馬戰車 對上VIP最後的13台 但後面有兩台投石車 投石車先解掉 沒錯 間諜投石車 戰毛兵就不會有事 沒有事 就可以用戰毛直接A回去 這座馬戰車 哇 這個戰毛兵過去數量龐大 43隻瞬間解掉VIP的馬戰車也不是問題 再用自己的馬戰車去攻擊對方的巨型投石機 看來是十拿九穩了 馬戰車順利解掉了巨頭 巨頭被解掉之後VIP還有進攻方式嗎 是遠上來到了最緊繃的狀態 那也是道特已經轉出了三台巨型投石機 這邊VIP大概出了聚集 沒有想到道特最後還是拿下來比下來的勝利 看起來道特的打法算是比較偏防守 等守住之後 才用自己的兵種去後方騷擾的一個策略 那這個效果確實打得 讓VIP有點束手無策 畢竟VIP這把打得算是偏軍事一點 但後面沒有轉出城鎮中心 也算是一個小小敗筆 但他要不要轉城鎮中心這件事情 有點看狀況 畢竟前面已經投資了眾多箭塔 不繼續兇下去的話 可能後面轉也不太贏道特 所以到底是否要強軍事插箭塔一波轉龍 還是繼續強軍事壓到底 這個其實蠻有爭議的 但我是覺得既然要兇就兇到底 也是一件好事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是由道特拿下了木材勝利 經濟木材贏了快要一萬四左右 十五者是贏了一萬 黃金的話大概輸了五百左右而已 看起來經濟來說還是略勝異常 畢竟存民事物差距這麼多 來看一下KD 哇 MIP的KD非常好 1.83 一個馬彈車可以打到快要兩台馬彈車的這個KD值 這個相當不容易 雖然這個控兵控得好 而且大型箭塔跟城堡也是做了非常多的傷害 當然是KD值是不能拿下比賽勝利的一個參考值 最後要贏下比賽還是要重創對手經濟 對手經濟完全不行 才有可能贏得勝利 那道特這邊玩的最好的地方應該是城堡那一波 插了這根城堡之後 用這個馬彈車跟戰毛病 一直在VIP的地方這裡農地 來回巡邏 打出這個經濟差距出來 讓VIP一直斷村 斷到後面也很難開出自己的城市中心開農 畢竟單TC的農地就已經不夠穩定了 開2TC的話也是會一直斷村的 除非去買肉 那VIP這邊是決定要來打 比較強勢一點的瘋狂暴兵路線 所以就沒有回農了 那道特這邊則是 馬彈車繼續胸圍一波之外 後面TC跟正面TC也是繼續開農 問題其實沒有到很大 反而是前期這邊的弱勢 讓VIP有一點優勢沒有錯 但道特還是用一個比較正常的方式 守下了前面的領地 這也是相當關鍵的 好啦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請記得幫我按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了 各位掰掰